另外2012总统大选剩下半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辅选团队陆续就定位 文宣照也开始着手规划了 那么为了让支持者更有参与感 文宣团队还特别选择了六款不同风格的小鹰照片 那么这些照片呢先放在网络上供民众来票选 不同风格各有支持者 但造型师却建议说蔡主席很少以裙装亮相 那如果能够换个裙子 也许这样的造型更具吸引力 阳光灿烂露耻笑 深思熟虑望向远方 贴近雪梅阿姨相一个 蔡英文的粉丝专业正进行照片票选活动 按赞者最多就会成为网络文宣海报 有女性的特质跟有信赖感 因为她看起来比较有智慧 我想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有智慧的 感觉上比较有深度的感觉 明州片号五花八门 专业老师跳出来 安先生指点点赞比输给小英穿着线意 粉绿粉蓝或者说有一些鹅黄 甚至有一些淡淡的卡齐 其实这对她来讲对她的肤色 还有对她整个让人家看起来 她的活力会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我觉得裙子对她来讲 她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女性的那种选票 有没有听错要平常都穿裤装的小英主席 穿裙子民众看法两极 穿裙子当然会希望看到 因为她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有穿裙子跟没有穿 应该是没有关系 要蔡英文穿裙子恐怕不容易 但动个手脚合成 淑女形象看起来也是美败 蔡英文可试试 也许令民众耳目一新 也给2012大选天津新鲜话题 蔡英新闻 画面到白桥英 台北照报导